就在路亚路这个的呀 发现了一家一线随豆小饭馆 他家的主要特色就是一线名池五花一套 一线名池五花一套太亲民了 小咸鱼小蒸肉小酸的摊 水豆腐蒸猪血蒸鸡蛋干 还有一线白丸子南煎丸子 他家的高楼米饭呢 才三块钱一大碗太亲民了 一线名池五花一套 还包括特色水豆腐 水豆腐也是三块钱一大碗太好了 他家一刀发口是高鹏满锅笑语婚生 老百姓吃就吃这样的管子 亲民接地气 一线名池五花一套小蒸肉二十二元 五花一套小蒸猪血才三块钱 五花一套蒸鸡蛋干才三块钱 太亲民了 五花一套还包括水豆腐 水豆腐三块钱一大碗太好了 他家还有特色小咸鱼 小咸鱼是十二块钱一条 一等 一线名池南间丸子南间丸子才七块钱 东北农村炖酸菜这一大碗才六块钱太亲民了 一线名池白丸子这一大碗才十二块钱太好了 这几个小菜还有啥酸儿兄弟们呢 还有啥这样吃呢 一线名池五花一套 果然是特色 名不虚传 兄弟们这一大锅的菜呀 将近十个菜呀 一百块钱用不了 太亲民了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七八九九十 整好十个菜一百块钱用上 太亲民了 名池一线五花一套 尝尝啥味道啊 这是一线白丸的兄弟们 还怎么样这白丸的 特别的香啊 兄弟们呢 肉的 味道真不辣呀 不咸不淡呢 兄弟们呢 这小猪鱼长得稀嫩的 才三块钱 一线五花一套啊 也属于锦州名池 也属于一线名池 这小猪鱼长得稀烂的 兄弟们呢 小猪鱼是二十二元 小猪鱼 特别的乌味还烂乎 真香啊 兄弟们呢 又下手又下饭呀 太好了 嫩差 兄弟们呢 啥五千一碗还吃啥 这老百姓呢 提嫩的 兄弟们呢 豆粽味特别的浓 酸酸汤呢 是大碗酸酸汤 六块钱一大碗 这里边还有冬豆腐 有冬粉农村大刚鸡的酸汤 这也属于 意见锦州名池 叫南间丸子 里边还有蒜苗味 果然是特色 名不虚传 都全不淡的 兄弟们呢 他家的散楼子 是存粮人做的 酒花特别的大 兄弟们呢 花费一眼 总结起来呀 就是两个亲民 这几个菜真不贵呀 十个菜 一百五千用不上 吃啥呢 老百姓呢 这四个的量 都吃不了 兄弟们呢 来块肉吧 兄弟们呢 尝尝爱吃肉 这肉做得真好 特别的辣 好了 本期的美食就拍到这 喜欢炒饭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 对今天的五花一套 有啥评价 欢迎在评论区评论出来 也欢迎你点赞 转发收藏 分享 我们下期见 今天的根儿歌呀 连吃再歌呀 是造美了 真便宜 太亲民了 拜拜 一定评论留言咯